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楼盘叫做Gardina 由著名建商Intracop为大家亲情打造 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本阿比附近啊 它离SFU非常的近 所以非常适合大家进行投资的使用啊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个楼呢是一个40多层的高层 那它整个的一个商圈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除了我们刚才说离SFU很近以外呢 大家看到这分别是一个5分钟的路 这个步行的距离 然后中间那个圈呢就是10分钟 然后就是15分钟 所以你基本上在5分钟的时间里 就可以走到Skytrain Station和这个Safeway Safeway是刚刚建成的超级的大 你看这些地方啊都是商圈 所以整个生活起来呢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学生们呢就会非常的在意 到底购物方不方便 另外我们同一个时间呢 之后还会有一个16层高的 那么一个矮一点的 另外还有几个木质的 特别矮的那种三四层啊 将来呢也会在这附近啊 竣工 这整个四栋楼呢 构成了整个的这个Gardina 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 不管是综合设施啊 还是朝向啊 其实都非常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面是北面 也是最好的一面 你可以看到山 那么四个角呢 有三个角分别是两房 有一个角呢是三房 然后剩下的呢就都是一房了 Internet Corp的这个大楼呢 这边是一个40多层 然后这边有一个16层的矮层 然后还有两个小的木质的矮层 构成了一个2加2的一个模式 我们能看到整个的房子 还是蛮现代的感觉 最下边呢是Town House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空中花园啊 我真觉得这个地方超级适合谈恋爱啊 然后我们这次卖的呢 就是从这个八层以上 往上整个这边 那么四个角呢分别是三个两房 加一个三房 然后在中间的呢都是一房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一房呢 还是蛮划算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 Internet Corp呢 其实有非常多年的建筑历史啊 而且它在温哥华有非常多的楼 那比如说在其他地方 Texas啊 还有Washington啊 California也都有他们的东西啊 所以说整个的建商还是比较靠谱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两居室的一个样板间 走到这边之后呢 其实镜子那边是真正的门 我们看的这边呢应该是一个衣柜 可以放这个洗衣红衣机 另外呢 另外一半呢是可以放我们的鞋柜哈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客位了 客位可以说总体来说性价比比较突出 而且整个的装饰风格呢 比较现代年轻一点 包括的展示的这种小小的架子呀 然后无边框的镜子呀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次卧呢 次卧其实空间也蛮大的 我们可以放个空间size床一边一个床头柜 那这边呢intro cup这次给我们添加了一个衣柜 而且里面的这些衣架呢 也都是给我们打好的 基本上作为学生党来说 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小家庭也完全没有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 这个两居室的这个厨房啊 厨房使用了一个平行的 这么一个厨房设计 那我们看到上面是带空调啊 带暖气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30寸的冰箱 用的是咱们意大利的一个品牌 那么整个的炉灶和烤箱呢 用的是德国的Bosch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电器方面呢 还是非常的扎实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也是有一些灯带啊 抽烟机都在下面 然后它整个这个颜色呢 用的是比较啊 漂亮的这种灰色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导很大的一个特色 是下面是镂空的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二合一的中导 既可以平时当中导用又可以当做一个餐桌使用 然后这个呢是两房 所以它是一个转角单位 那外边就都是阳台啊 你可以在阳台上看看北边的山 或者是看看南面的景色啊 都是非常美的 好 这个呢就是主卧了 主卧的窗户呢 其实还是蛮大的啊 而且整个的房间格局呢 也是非常的方正 那么我们看到左边呢 就是它一边一个一柜啊 也都是同样给大家打理好的 然后里边的洗手间呢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种淋浴间 像我们年轻人啊 一般来说啊 这个对我也是年轻人啊 一般我们如果洗澡啊什么的 我们通常来说会用这个浴室啊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洗手间的这个样子 做的也很漂亮 比如说展示棍啊 比如说医疗箱啊 在镜子后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户型啊 这是一个一房它 那这个呢大概呢 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厨房啊 它是一个平行的双一字形 然后也是倒顶的橱柜啊 然后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中导呢 也是同样这样的设计啊 所以这个我感觉一房还是蛮合适的啊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洗衣红衣机在这边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二房里面的 那个一进门右手边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你可以放一些衣服呀 可以放一些鞋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客厅 对于一房来说 这样的一个客厅其实还是蛮方正的 而且有个落地的门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卧室 卧室也整个全都是装的木地板 所以呢比较方便打理 然后